民国时期的青楼女子究竟如何陪客人喝酒的呢? 画面中这是民国时期大佬逛青楼的真实影像 拍摄于192年 真实记录了两名青楼女子陪试四名客人喝酒吃饭的全过程 坐在中间左边油头粉面的男子是位大佬 今天带着三位小弟来到青楼消费 随后点了两位陪酒的女子试陪 落座后看着满桌子的好酒好菜 所有人都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今天的两位青楼女子可能没见过如此丰盛的饭菜 因为在那个动乱的时期 能吃上这么一顿就跟过年一样 吃着吃着大佬提起手里的酒杯 此时左边两位非常的有颜色 急忙也端起桌子上的酒杯陪着大佬喝起来 右边的三位只顾自己毫不客气地吃着 根本没有注意到大佬的提杯 注意看此时左边的女子似乎注意到了自己的身份 自己不是来吃吃喝喝的而是要陪客人吃好喝好 于是她拿起手中的筷子夹起菜味给大佬 见过世面的大佬也是大嘴一张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与此同时右边的青楼女子也夹起菜味 给旁边的二把手 此时二把手显得十分的高兴 拍手叫好起来 可能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要不是和他们的大哥混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这样的待遇 见过世面的大佬不苟言笑 随后为了活跃酒桌上的气氛 她同女子划起全来 可见在那个年代 大家酒桌上的娱乐方式还是挺丰富的 一番切磋后 大佬输了拳只能认输 女子于是端起酒杯送向口中 在看到自己的姐妹输了二把手给她灌酒时 此时左边的女子直接拿起一杯酒 喂向二把手的嘴里 二把手也是来者不惧直接喝掉 就这样你来我往两名青楼女子 喂这一口喂那一口 在非常愉快的氛围中 把大佬们陪逝得高高兴兴 可随后二把手也许是喝大了 就对右边的女子动手动脚 左边的女子见到姐妹被占了便宜后 不愉快地起身阻止二把手 此时的大佬也似乎感觉到两位女子的情绪 就拉着二把手不让彼此起了冲头 随后两名女子气愤地离开手 拉手消失在了镜头前 如果当时的大佬不是估计有摄影师在拍摄 估计避免不了一场腥风血雨的大涨